新北市淡水区中山里一陵地处偏远 这里有21户的居民 过去只能够饮用地下水或者是山泉水 20多年来争取装设自来水都没有下文 这次里长向立委洪梦凯成勤办理会刊 终于争取到1200万元的经费 将在今年完成加压站设置和接管作业 住户预计在年底就会有自来水可用 打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可以用 这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 但是对于新北市淡水区中山里的21户居民而言 可说是苦等了20多年 都还是只能饮用地下水或者是山泉水 里长表示过去反应了20多年都没有下文 这次向立委洪梦凯来陈勤 并且办理了现场会刊 许多居民都相当关心 来到现场来参与 就是希望可以捨具自来水 我们现在大概有20、21户 因为过期都吃参水 不吃开锅锅锅锅锅锅锅 以前的参水锅锅锅锅都比较敢吃 现在有法学的问题 大家比较敢吃 所以我终于釀出自来水 但是自来水 我一家亲戚大概几十年 没出额 现在都没有终于地下雨 有我们说台风以后 我们这枸金锅锅也会漏 哪里 air 那里也会漏 所以有利云也有一些 这些 不让他们来吃 所以这些政府的事 很快要和我们看 里长表示过去大家饮用地下水 担心水質會被淋進的工廠 或者是農田的農藥 殺草劑污染 在颱風過後 打開水龍頭都是混濁的 無法使用 這樣的情況 讓居民相當苦惱 對此立委洪孟凱 在這個月的23號 邀集到了自來水公司 經濟部水利署 淡水區公所等單位 來到現場會看 要來協調設置自來水的事宜 在水利署跟自來水公司 共同的配合之下 我們爭取到1200萬的總工程預算 預計從今年3月 只要提出申請之後 就會開始設計 那施工發包 以今年年底以前完工為一個基層 那地方上面 大家的土地使用 以及這個管線 大家都可以同意 所以現在是朝著今年年底 可以解決21戶 有自來水可以用的 這樣的一個解決方式 那中央出資1200萬的總工程預算 地方不用負擔任何一毛費用 感謝我們在地的里長跟議員 共同的關心 我們把居民的問題解決 這個是最重要的事情 對此市議員 鄭戴立香以及蔡景賢 也都到現場來關心 相當重要的民生用水問題 而立委表示 由於中山里一林地處偏遠 在協調之後 爭取到了1200萬元的經費 將在今年底前 完成設計發包作業 包括了加壓站的設置 接續管線工程等等 有望在年底 就可以讓21戶的居民 有自來水可以用 記者 許端一 代水採訪報導 請在華盛顏 將自為情侶組織 再次視乎 綜合 兩位